或者到時我是必要時的 我就慢慢開著車出來 因為我不知道M1是否要開車 我就慢慢開著車 小理我今天就不行了 我就叫囚也無所謂 喂 明天是一定可以的 問題是幾點鐘一 我擔心萬一它9點至10點不在那裡 這樣會不會推到10點半 就是會不會這樣 它不會由朝到晚不在那裡 問題是你明天下午要上班 當時他說是下午的 我看我打個電話給老闆 看看可不可以明天請半日假 其實很簡單 你外母不會乘火車的嗎 它不用你帶它來 真是很辛苦 你平常學一下乘火車 他們只是不懂 火車很方便 他一旦出去 火車很方便 又便宜又快 你都知道他們兩個 煩惱有什麼事 一定要拔著我 我現在頭邪 你平常不應該這樣 給他們搭 火車是 那你不用煩惱 這麼簡單的事 因為 它這麼大的人 哪有人拐它 難道真的拐它賣嗎 對不對 他們怕什麼 怕走錯路 走錯路不怕 走錯路打電話 要不打電話給你 就打電話給我 現在有手機 手機可以拍照 拍照拍到它周圍 它拍到它後面的背景 我就知道它是哪個火車站 就可以解決了 明白嗎 所以現在有現代的通訊工具 可以做很多事情 關鍵是 我現在就休息了 你這樣 辛苦了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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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解釋 就拐它下城 我現在回到來 又要 又要踩7大多公里車 再拐它到餐館 為什麼呢 我寫字流是很接近火車站的 火車站 火車站 大站 大站下車 走路5分鐘就到了 即是大不了 大不了的就是它不會走 它乘車乘到火車 火車站 我去接它都可以 不可以 因為我走5分鐘 明不明 到時我跟它聊一下 看行不行 如果不行 我沒辦法 它是否從來沒有搭火車 它很少 很少它有沒有搭過 搭過一兩次 又有人戴那隻 唉呀 真是誒誒 有時候有些基本生活上的事情 你不去掌握 就很慢 即是等於你叫我搭火車 我上了火車就不知道去哪個站 我又不懂英文那些 洗滾懂英文嗎 那我就容易 你洗滾懂英文嗎 你火車只有兩站 因為 一頭去City 另一頭去你們那頭的總站 譬如你那頭可能是Cranbourne 是吧 我Pakintam那條線 你Pakintam 好啦 一輛火車只有兩方向 要是前往Pakintam 要是前往City 怎會搭錯的 沒有得錯的 只有兩個方向而已 搭錯也不怕了 搭錯也不怕了 搭錯了 如果搭了Pakintam 不在總站就進回來了 一樣 一樣多錢而已 票價一樣多而已 是啊 火車只有兩... 我還沒搭過 所以我又不是很清楚這件事 火車 可能會搭我 可能會比較適 我估計他們就... 你火車只有兩方向 要是前往Pakintam 要是前往City 是這麼簡單的嘛 當然是呀 那就是了 因爲 有 喂 我和我聊一聊 當然是 不是呀 你就算明天搞定也好 你平時 要去學習搭火車 譬如逢聖誕節那天 搭火車是免費的 整天都免費的 你應該知道的 是呀是呀 火車 那那天就可以讓他們學習搭火車 讓他們直接就不要... 即是教他們 你又認識他誰的 就... 路上你可以陪他 但不要發聲 要讓他學習一下 即是他認識他... 不學的啦 什麼都不學 我沒想到 好 我沒想到